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销售阀门转形成观光园区 这里不少人种葡萄致富 这是高经济作物 时间拉长 水到只有 它的投资成本会比较低 我们投资成本会比较高 果园老板很客气 即便如此 彰化现场王惠美曾爆料 大村农会内有81亿存款 其中50亿来自农民 还有人开名车寻葡萄田 随机路上询问 还有住别墅的 种很多就会赚钱 去看农药行也都是开冰式米典的 其实种田的比做生意还好啊 隐形富豪就住在他们身边 别小瞧了大村乡 这里从存浦乡镇 蜕变一栋又一栋 崭新厂房 台湾第六大富豪 振兴轮胎劳董罗杰 2019年辞世 这是他的理念就是说 员工有什么需要 他一定竭尽所能 他要想办法帮员工 达到最好的福利 遗产税高达20亿 推估其中16亿 溢住到他的家乡 大村乡公所公库 其实他的妻子过世时 也替乡里增进10亿元 有助于大力推动基础建设 根据财政部资料 彰化县大村乡 美港村 每户平均收入 甚至高过郭董的居住地 台北信义区安康里 击败天龙国淡黄区 全国最有钱区域大洗牌 藏身在街道 又是民店又盖豪宅 或是走在田野间 说不定就是隐形富豪 三立新闻正名 唐李建盈 《商话报》等